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英国在今年算是正式脱欧了 诶脱欧之后还有个副产品 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 那就是语言问题 在咱们这个世界上 英语绝对是第一语言 没办法 本身英国当年是老大帝国 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帝国 而跟英国同文同种的美国 今天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大部分人的第一外语是英语 英语在全球范围使用的是最广泛的 英语覆盖范围的不断增加 就说明着美国实力的强大 然而随着英国的脱欧 英语的势力有可能会慢慢的 在某些地方减弱 比如说在欧盟 咱们知道欧盟快有30个成员国了 欧盟有多少工作语言 大家知道吗 20多种 只要这个国家有一个独立的语言 甭管是英语法语德语 还是什么丹麦语波兰语 只要人家这个主权国家有一个语言 你这个语言就必须是欧盟的工作语言 但是长久以来 欧洲人也知道 我这20多种语言开会 我得找多少个翻译啊 这根本会议进行不下去啊 因此大多数时间 欧盟主要使用英语来开会 一方面英国也是欧盟成员国 另一方面英语是世界性语言嘛 这也很正常 然而现在有问题了 英国脱欧了 欧洲人突然发现在整个欧盟框架之内 现在只有两个小国 爱尔兰和马尔塔 它的母语是英语 而其他国家英语都不是母语 所以你现在欧盟开会再用英语 就是一个比较滑稽的景象了 来自德国法国等等 其他各个欧洲大国的人一起开会 竟然使用的是别的国家 不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语言 这可不太妙啊 这无法向世界彰显欧洲的主权和独立啊 所以法国人看出机会了 哎 法国人现在说 既然英国已经脱欧了 那么以后他们要加大法语在欧盟中的使用 尤其是法国马上要成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法国要借用这个机会加大法语在欧洲的使用 说实话 一两百年之前 法语还真是欧洲的通用语言 那个时候法国的势力也强大呀 法语是上层贵族说的话 英语是底层人说的话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 法国势力和英国势力的此消彼长 法语慢慢退缩到了角落 而英语成为了世界通用语言 这一点法国人是很不满的 要知道法国人是非常骄傲的 你在法国问路 你跟人说英语人都不搭理你 到今天法国驻欧盟代表团 如果收到的是一份英文文件的话 人都不看 人家说我要等这个法文版本出来才行 现在好了 英国脱欧了 真是给了法国人机会 反正对于其他各国来讲 使用的都是外语 无非是英语或者法语而已 但是法国想在全欧盟推行法语 也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困难的 到今天为止 全欧盟13岁以上的年轻人 有超过90%在学习英语 学习法语的人的数量 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想在短时间内 法语战胜英语 这真的是很困难的 指数表达 平凡 jam 国络传英语 まだ搞天 你说这 according tag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